不然我們都會到廟旁那裡有成龍集會所 那個成龍集會所非常的特別 看起來很小的一間房屋 它裡面的設計 真的我在走遍各地地方 看它的成龍集會所就是非常的特別 如果以後有機會 還是要去參觀一下 看看他們有什麼特色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每個一間都不簡單 可以做到這裡 成龍集會所 集會 他們村中在開會的時候 就會在裡面小兒城小婚姻的設計 那它上面還有寫一個牛尿港 大家都會覺得也非常奇怪 怎麼會寫一個牛尿港 其實成龍這裡 它以前的地名就是叫牛尿港 那所以牛尿港的由來是因為 早期明清時代 我們有東山街台灣 就是唐山那裡 到這邊要來開開捆這個地方 那以前都沒有車子 都是用船舶 那船舶就是用從北港溪 就直接載貨物到北港 那以前我們常常有聽過 一戶 一戶就是台南湖 二戶就是入港 最發達的地方 那再來就是台北的那個萬華 那北港是一個小台灣 有小台灣之稱 北港 除了那個媽祖廟宗教文化以外 我們這裡樹邊八方的所有的物品 都是由北港 可以說是一個中心點 那過來你看 我們本來是有那個 山上有什麼土石流 那我們海邊有海水倒灌 那以前下大移 北港溪會有泥沙的遺跡 所以沒有辦法 就到北港 好,謝謝 好,謝謝 我來給你 你好